太阳的温度有多高? 太阳是太阳系的重心天体,是一个巨大而炽热的气体星球。 那么太阳的温度有多高呢? 由于太阳以光的形式向宇宙空间辐射能量, 科学家们通过专门仪器测定太阳辐射量, 然后根据辐射量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来测定温度。 后来我们研究发现,物体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改变颜色。 通常是600摄氏度时为深红色,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太阳的颜色来估计它的温度。 高球的颜色呈黄白色,我们可以估计它的温度大约为6000摄氏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